你在寫書雲這首歌的時候呢 我想在這世界上贏到一些什麼東西 跑車 錢 美女 我腦中想成為饒舌歌手或是成功的那個樣子 就是小時候我看那些MV那些人一樣 因為那個年紀要出頭要幹嘛 我要出去闖蕩的時候 我好像必須要把自己裝起來 對我來講那不是只能贏的事 但我到頭來 而且我並沒有過得像那些MV裡面的人的樣子 我們沒有固定樂器 因為表演有一搭沒一搭的 我坐過餐廳 後來去做出工 一整天都在搬水泥 哇 水泥很重 回去清鼻孔 整個鼻孔都是黑的這樣子 基本上每天回家的時候都會有這樣的念頭 好累啊 我很放棄 我做音樂這條路蠻累的 不是一條順遂的路 有點情緒 撐不住的時候有人幫過你嗎 一直有一個人沒有跟他說謝謝 他給我很多很多幫助 那個人是我姊夫 姊夫 好久不見 我姊夫是一個賣滷味 今天生意好嗎 還可以啊 那你還可以吧 就不通通囉 那想要吃什麼嗎 對 我想要吃水晶餃 怎麼啦 當時的他就是很常 會打電話叫我去他的滷味攤 拿他滷味 當滷味拿回家的時候 打開袋子之後發現 裡面有放紙巢 我就是把滷味用好 趁這個時候 我就把他身上兩百塊的塞在裡面 就是一個袋子 一個塞在滷味發裡面 錢包下面 因為自己曾經 就是出社會 有經過好幾個工作 然後自己跌倒過 就想說 拿個兩百塊塞在裡面 讓他覺得 有人在關心他 他其實都是跟我說 這些東西是賣剩的 然後就叫我拿回去吃這樣子 我心裡有一種 默默的感動 因為他沒有當下 直接拿錢給我 他覺得我可能也愛面子吧 即使那個滷味有點涼 但我吃起來 感覺溫度還是熱的 希望說大淵能好好的振作起來 讓自己真的能做一個成功的範例 讓大家看 覺得他給我的是一種支持我的力量 沒有人支持我的時候 卻以一個 以姐夫的身分來 挺我 我覺得那個感覺 很棒 我小時候就是在乎 Party One 我覺得跟我朋友去打混 我姐夫給我不同的體驗 不同的人生觀 不管是我的家人 我愛的人 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情 我都關心得起來 現在我覺得 也許贏到了名氣 贏到了錢 贏到了 我想像中那些東西 但是 又如何呢 那種感覺 你聽聽看 你聽聽看這什麼 漫長路上懂得人不多 有幾位默默支持你的就足夠 每件事他總會出現在你左右 金牌誰還有句謝謝沒說出口 我努力的練習 讓自己變得不便宜 用力做夢的年紀 多虧有你的典禮 救了我這張後臉皮 正當所有人都在念你 我看在眼裡 Damn 我知道知道我欠你 姚美吐氣 來道歉當年我的忤逆 你也看在眼裡 也對我不離不棄 凡聲不易 在人生最孤敵 也沒有錯 只剩下最後這鼓氣 感覺的好 不錯 滿感動的 我覺得你們這一段讓我們 害羞 折惱 你什麼 跟著人生歷練 然後你看過的事不同 在意的事情不同 寫出來歌詞的感覺 就不用了 我記得